从后面来看 整体的造型呢 跟之前是没有太大变化的 也是细小的地方 细节的地方 做了一定升级啊 从后面来看 仍然是一个方方正正的设计 从后方的配色来看呢 作为这个turing版本 它后方还是运用了很多电镀亮条的颜色啊 上方呢是一个尾翼 整合了高位制动灯 后方的雨刷 一条电镀亮条呢 左右贯穿 将灯阻分成了两个部分 灯阻的造型呢 也跟目前家族的统一风格进行了靠拢啊 下方呢有一个相对突出的保险杠平台的设计 但是突出的并不是很明显啊 在保险杠以下的位置呢 用料设计相对都比较简单啊 用料呢主要就是这种黑色塑料了 排气左右各一个采用直出的形式 这车呢是有备胎的 一个非全尺寸的备胎 采用底挂式的形式啊 钥匙家族的款式 后面箱尾板呢 是一块塑料材质 上面没有什么功能性啊 这台车后备箱的下眼呢 相对显得还是比较高的 后备箱呢 造型是方方正正的 比较规则啊 当第三排座打开之后呢 后方后备箱的进身呢 中间的进身是一小臂半的进身 上方进身呢 就不是太好了啊 这是第三排座放倒之后的空间表现 放倒之后呢 空间就非常棒了 后备箱有两个挂钩 两个镂空的挂钩 感觉非常好用啊 下面又有勾底 左侧呢有个照明灯 这也是后备箱唯一的一个照明灯 下面有个12V120瓦的充电器插口 右边呢有个挂钩 下面有个低音炮 盖板下面呢有个伸缩帘 下面有简单的随测工具 这是二三排同时放倒之后的空间表现 第二排第三排呢 衔接的不是很紧密啊 第二排呢 有个向上的扬坡 但角度并不大 坐到里面呢 可以看到整体的造型 还是斯巴鲁家族最新的一块屏的形式 只是它这个车呢 整体上是比较高 但是中控台呢 相对来讲还是设计的比较矮的 整个中控台呢 包括中央这个屏 都有一个向上扬的角度啊 四个车窗 只有前面两个窗户 带有一键升降功能 后面两个是不带的 作为顶配呢 它没有抬头显示 方向盘左边的中控台上 有一个储物格 按键并没有布满 仪表盘也是目前 斯巴鲁家族的通用样式 两个实体表 加一个面积不大的液晶屏 透过方向盘左边的键子 进行调节 显示的信息呢 中规中矩 飞上斯巴鲁 方向盘也是家族的通用布件 这个方向盘 实际上在其他的斯巴鲁车型上 显得就比较小 那配到这个大车身上呢 显得这个方向盘就特别小啊 有个战斗的感觉 有个运动的感觉 方向盘上面的皮质非常细腻啊 做得非常精致 方向盘上面的快捷键 包括方向盘加热的键子 后面的换挡拨片 后面的拨杆 都是目前家族的通用样式 灯组有自动开闭功能 前方雨刷呢 有雨量感应功能 流媒体的后视镜 上面有三个车库开关 这里有个非常大的眼镜盒 戴全景镜 这个非常好啊 过日子我感觉非常实用 这个屏呢 我们看了很多次了 这也是斯巴鲁家族的 最新通用布件 整个屏呢 分成三个部分 上面呢 是一些信息显示栏 中间呢 是传统的中央屏的显示项目 下面呢 主要是控制空调的 这个屏的上半部分呢 这些显示栏呢 就相当于斯巴鲁之前 在上面设置那个屏啊 这一次呢 只是全部整合到了大屏里面 分辨率啊 显示清晰度啊 反应啊 在如今的这些车机系统里面 它也只能算是一般般嘛 iPhone CarPlay Android Auto 都有无线连接功能 Touring版本的San呢 配有全景影像 外观3D 倒车影像 加全景影像 下面是一个倒车示意图 前方两侧盲区 前方俯瞰 前方广角 驾驶模式 这台车呢 有雪地飞沉模式 有正常模式 有深雪泥地模式 下面呢 是这台车的空调控制 前面两个座椅呢 都有座椅加热通风功能 一大一小的数据交互口 一个奥格子接口 中央扶手箱呢 显得非常厚质啊 里面有个小隔板 中央扶手箱的容积 还算比较大 坐起来 现在我将座椅调到最低 大家可以观察一些空间表现啊 总体感觉呢 第一个 座椅还是比较舒服的 座椅呢 不论哪个维度的尺寸 都够长够高啊 可以给身体支撑好 包括座椅的两翼啊 坐垫的两翼啊 还有适度的凸起啊 座椅的天中材料呢 也是软硬室中 稍微偏软点的材料 前排两个座椅呢 全部都是电条座椅 司机位的座椅呢 比副驾驶要多了 很多调节项目啊 包括腰靠的四项调节 包括椅面高低的调节 包括坐在长度的手动延展 还有两项记忆功能 另一点印象比较深刻的是 虽然现在我将座椅调到最低了 但是可以感觉到 座椅把我的身体拖的 还是比较高的 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啊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呢 包括中红台的高度 包括窗檐下檐的高度 都在我视线以下很远的位置啊 那这种感觉设计出来以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 它各个部件啊 基本设计都是向上的 包括屏呢 也有个向上的感觉 整个中红台呢 也有个向上的斜坡啊 那有一点我不太适应的是 就是现在即便我将座椅调到最低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些部件 包括下面的按钮啊 包括挡板啊 我要想够到他们 我身体都得向前倾啊 并没有那种触手可及的感觉 中控台上方的用料 上方呢 是软性材料 中控台前面呢 也是软性材料 前面呢 还有一些皮革材质 在下方呢 就是硬塑料了 换挡平台全部都是硬塑料啊 腿能够触碰到硬塑料的 坐在车内看窗框呢 是看不到金属件的 金属件用一层贴纸给贴上了 这个做法呢 非常雷格萨斯啊 车窗工作的声音并不大 在车窗即将关上那一刹呢 也有一个降噪的动作啊 这些材料呢 显得还是比较复杂 比较扎实的 上方呢 软性材料 中间呢 有木耳装饰板 中间大量的使用了皮革材质哈 下方呢 就是硬塑料了 门板上呢 有水杯架有储物壳 中间有两个水杯架 第二排稍微有个加高式的效果 第二排的视线呢 相对比第一排稍微高一些啊 第二排的空间呢 也完全没有问题 头部空间 腿部空间 这个座椅的椅背呢 跟壁住平齐的 第二排这个座椅 我刚才没上了 一看那个造型 我觉得就能挺舒服啊 坐在上面呢 确实挺舒服 整个座椅的天空材料呢 比前排稍微能软一些 有个沙发的感觉 各个部位呢 设计的 也沟壑林立的啊 给身体相对有一个好的支撑 虽然坐垫呢 没有那么长啊 并不是很长 但是感觉到坐垫够高 腿也可以给支撑好 座椅最前 座椅最后 稍微往前点 一辈然脚最大 还有一个可调节高度的扶手 单边有扶手啊 空调在第二排可以分区调节 两边这两个座椅呢 还带有两个档次的 座椅架热功能 有一个120V 100瓦的 三项电源插口 有一大一小充电器插口 下面呢 还有一个折叠式的 水杯架和储物格 中央地板呢 非常平啊 感觉不到任何的隆起 这个做的还是比较好的 空调出房口呢 放在了棚顶啊 第二排窗空座的声音呢 就比较大了 而且关上那一恰当的 也没有降噪的动作了 第二排呢 是有个帘的 第二排门板上用料呢 感觉做的也比较烤灸 上方呢 是软性材料 中间呢 有木耳装饰 前方还设计了个杯架 扶手周围呢 是皮革材质 下方呢 就是用塑料了 在门板下方呢 还做了储物格和杯架啊 这台车第二排 选了两个座椅的形式 中间就是个过道了 过道也没有什么功能性啊 全景天窗的帘呢 开到这 前排两个座椅的椅背上 都有皮兜的啊 做到第三排呢 大家可以看到 我的头部空间 我坐直流的啊 我的头发 是能够顶到后面这个梁的 头是顶不到的 腿部空间呢 这个座椅 并不是最后 也不是最靠前啊 是在一个适中的位置 腿也能进来 我的身高 腿是能进来的 但是进来之后呢 还是那个问题 他这个座椅的坐垫啊 不够高 不够长 没有办法给腿支撑好 我呢 就是屁股 屁股的几个点 接触到了这个座椅上啊 有一种蹲着的感觉 这座椅呢 做小孩问题不大 如果长时间乘坐成年人呢 可能不太舒服啊 第三排的空调出风口 也是走的棚顶 两边都有阅读灯 左右各有扬声器 有水壁架 还有两个充电器插口 有帘 在第二排的肩膀上呢 还配了一个 非常扎实的挂钩啊 这个挂钩真是非常扎实 过日子非常有用 对原因是充电器插口 并不太旧 在原来的部位置 同时 不太旧